今天我們會講關於越節越勇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可能我們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有沒有小朋友覺得學習很快樂 完全沒有困難的 有沒有 都有的 有沒有 有一點點吧 有沒有 哇 你們好厲害 我看到你們這麼開心 一定在學習上很愉快 那怎樣可以令我們學習這麼精彩呢 我們一起看吧 可能家長就會有一個問題 心裏面為何其實我的小朋友也不是那麼笨 為什麼他的成績總是不能夠提升到 或者拿不到第一呢 或者拿不到好高分呢 有沒有這個問題 家長會不會覺得 我的小朋友其實很聰明的 在家裡乘乘跳到處走 問他東西他會回答 他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都有吧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很聰明的 但為什麼他們的成績 沒有辦法做到最好呢 可能做到最好呢 可能做一個小朋友 可能就說他 小朋友你不是很懶呢 可能是吧 小朋友說懶 媽媽也不懶 但是小朋友自己又會覺得 其實不是的 爸爸媽媽你不要冤枉我 每一天溫習的時間 都比我隔壁的同學多的 甚至多幾倍 我很勤奮 但是我的成績 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改進 為什麼呢 有沒有這個問題 小朋友 想不想高分一點 想不想成績好一點 都想是不是 我聽到你了 好 那我看看你聽完的講座 有沒有激發到你 我要拿這麼高的成績 小朋友在學習上面 這個就是一些小朋友 他們自畫的一些童話 那你們看一下 第一幅先 那裏那個是老師來的 哇 老師踩著他 真的辛苦不辛苦 那個小朋友是開心的 被老師踩住了 接著那裏呢 很多書都踩住了他 代表什麼呢 你猜他想表達什麼 照片 蛤 照片 照片 對呀 就是 炸著我 呼不出氣 是嗎 那些書那麼 哇 又有中文 又有數學 又有英文 哇 抹書人 每個星期都來的 是嗎 可能 呃 真的 有些可能 他呢 覺得很辛苦 很沉重的壓力 這裏呢 又有些 哇 這些書畫得像牛魔王 啊 這些書畫得像牛魔王 很害怕 很害怕這些書 啊 那為什麼可以令到小朋友呢 更加不害怕課本 不害怕老師 不害怕 而是有自信的可以學習呢 但是近年呢 教育那一就提出了 求學不是求分數 你同意這句說話 同意 同意 同意是不是 其實我們不應該拿分數來看的 是嗎 同學說 其實呢 學習應該是一個很愉快的過程 不應該給那麼多壓力 我先生 所以教育那一就說 求學不是求分數來的 不需要擔心 那你自己又如何去理解 同學都很聰明 有同學又想過這句說話 求學 啊 是求分數 是求分數 這個如果將我們加了一點苦 這句說話有什麼不同呢 那個意思 啊 求分數 是啊 原來呢 其實 是求分數 很肯定地是不是 好了 我們再看第三句 如果我可以有一張 我要加多一個字 求學 不止是求分數 你又如何去理解這句說話呢 是呀 不是只能分數 就是有其他東西 你覺得其他東西是有些什麼呢 那種格 那種格 那個價值 是嗎 學習的那個價值 還有沒有 還有 還有 人生 你覺得人生的價值 你應該追求 是不是 是不是 可能 其實有很多東西 很多有意義的東西 和可能是做義工 其實都很有價值 那些是不是分數可以代表到的 成績是否在成績表上的分數代表到你 我今天很開心 和孩子一起去做義工 幫了一些老婆婆 或者去探望他們 有沒有代表到成績表裡沒有反應出來 是不是 其實那個分數 只不過是我們一些學業上演的一些的 即是一個紀錄 我們分數其實是一個 我們一個紀錄 啊 可不可以我們更加做得好些呢 可能我今次拿到十分 我下一次 原來我努力之下 我可以拿到更高分 是不是 那個分數只不過是代表一個紀錄 明白嗎 好 那麼你們自己可以再思考多一點點 正正因為呢 那麼多不同的理解 在同學可能都 不是的 可能有家長都 其實分數很重要很重要 影響著派位 特別是五、六年級的同學 請分試 是不是 所以呢 都 有很多壓力 都可能很注重這個 小朋友的成績 小朋友自己可能都 其實分數是爸爸媽媽 每天都在那裏 要我學習好些 考試要高些分 那麼我們 就會令到小朋友怎麼樣 令到小朋友會 自然會有各方面的壓力 所以之前為何會有圖畫呢 小朋友那麼多書紮住他 有老師 爸爸媽媽可能都 給他壓力 壓力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 自己 其實為何自己會有壓力呢 因為自己都想成績好一點 是不是 都想有一個 好一點 可以理想一點的成績 所以 但是有時候又未必 真是達到自己努力了 都達不到理想的成績 所以就 有這個壓力了 家長 家長甚至 有沒有補習的 有小朋友去補習的 有 是不是 都有不少 我教過一家學校 我一班 有沒有同學補習的 80% 整班都整班舉了手 然後 都想知道為什麼 原來家長對那個小朋友的期望 成績也比較注重 所以都願意去幫他們補習的補習班 另外 老師同學 可能會跟同學成績比較 就會有不同的壓力 在這裏我想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年輕潮夫的故事 從前就有一個年輕的潮夫 他就跟著一些老潮夫 即是經驗 做了一個 斬柴 這些潮夫是什麼 小朋友的潮夫是什麼 他斬柴的 以前可能 起屋可能需要一些木材 但是他要人手去斬 是嗎 潮夫就是 年輕的潮夫就跟著 很多老潮夫去斬柴 去斬木材 這個年輕的潮夫也很尚進 他定了一個目標給自己 我現在用年輕力壯 你欣賞我很勤力的話 我就會怎樣 斬柴多不多 多 當然多 是嗎 但是 老的潮夫如何 老的潮夫他們的體力 能否比這個年輕人 能否比 比不上他 好了 第一天 練了潮夫就跟著 老潮夫一起去斬柴 他說 他心裡 他很緊張 都很 承諾自己的決心 要斬多一點 斬多一點木材 一定要 還要比老的潮夫多 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體力 是強的 是嗎 所以 這個年輕的潮夫 很勤勤 很勤勤 在工作了一天 其他的老潮夫 到了中午的時候 他們坐下來休息 然後他叫年輕的潮夫 一起休息 一起休息 喝口水 吃少許東西 聊聊天 那個年輕的潮夫 你猜他的心裡 他的心裡是怎樣的 他心裡想要斬最多的柴 最多最多的木材 所以他怎樣 他會不會去休息呢 不會 他就拒絕了 我不休息了 但還很努力地斬柴 去到晚上的時候 當他怎樣算自己木材的數量的時候 咦 為何我給不上我的木材的數量呢 比其他的老潮夫也少呢 有一個問題在心裡 但他也沒有去深究 他只是覺得 我要再勤勵一點 我明天 我連去洗飯間的時間 或者去喝口水的時間 我都不浪費了 我都不去喝水了 我要呢 拿一些時間來斬柴 那第二天就是這樣 那中午的時候 他又是呢 其他潮夫坐在一起 去聊天啊 喝水啊 吃點東西 他又是呢 連一個潮夫都沒有 跟他們一起休息 那結果呢 第二天又是怎樣 那個結果 你覺得 連天的潮夫有沒有多了柴 斬多了 給老潮夫 有沒有 有沒有你覺得 沒有啊 又不是沒有 為什麼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個星期過去 都是這樣 都是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沒有休息過 是不是 他沒有休息過 可能累的 身體累就會斬少一點 你的叉叉也不錯 還有沒有其他的叉叉 你猜一下 綠色的三小朋友 我 是呀 是呀 他年輕人 雖然力大 但是他的經驗不夠 你老潮夫可能經驗比較多 好了 有一天呢 有個老潮夫又生氣了 喂 年輕人我們一起 坐下休息吧 他說 我想多斬柴 他也說了自己 我要決定多斬柴 那老潮夫就笑一下 哈哈 學生仔 我們應該要休息一下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斬柴 比我們少了 那年這個潮夫 終於都停下來了 停下來了 所以 他停下來 聽一下這個老潮夫的分享 老潮夫就說 其實你不用太緊張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休息了之後 我斬的數量也比你多 斬柴 需要不需要呢 很大力 很大力 需要不需要 不用太大力 原來我們需要有什麼 我們需要有一些 智慧 要有一個方法 是不是 不知道你讀書的時候 老師 剛才我都有一個問題 我好勇工 好勇工 但是我的成績都不是 我也想提升很多 我也有一個目標 但是為什麼還未達到的呢 你想想這個故事 就是跟你跟你呢 跟你呢 有沒有關係呢 當然啦 那個年輕的潮夫 他也有壓力 他呢 當他知道自己 這麼努力的時候 都斬不到柴 他也會有壓力 我們一起看看 這個壓力呢 我們常生活都無論 讀書 工作 或者做家庭的事情 可能都會有一點壓力 但是這個壓力 是成為我們的阻力 阻力 阻礙我們 是不是 阻礙我們去進步 會不會是成為了我們的阻力呢 好像那個年輕人一樣 會不會因為這樣 他沒有氣餒 不過那個年輕人也沒有氣餒 他都覺得只要勤力 他就可以了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壓力 這個 是的 壓力 會不會這麼大的壓力呢 會令到自己的效率會怎樣 效率會怎樣 降低了 剛才我小朋友說得很好 哎呀 他呢 因為他不休息 他這麼累 那效率真的會低 是不是 會沒有那麼好 做得了 可能我們日常節目都會的 如果我們沒有想到一些方法 這個壓力就會成為了我們的阻力 會不斷地做一個惡食的循環 但是當你遇到壓力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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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我們會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我們一起看看 一個專門的學者 他叫卡封頓 他呢 他壓力是追求成功的內在的動力 其實是壓力在裡面 但是呢 是可以將它轉變成我們的動力 在裡面找藏著 有一天爆發出來的時候 就不得了了 我們的力量就會非常之厲害了 壓力就會成為我們的動力 然後我們的效率會怎樣呢 我們的工作或者學習的效率會怎樣呢 高啦 提高啦 是不是 那看看你會不會 那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才可以將我們的壓力變成我們的動力 第一件事要很重要的 要做功課 做完功課就沒有那麼大壓力了 是不是 對呀 這個小朋友很正面 你看這個小朋友多好正面 我要做功課正面去面對這個壓力 因為我有功課上面壓力 所以呢 除了我們完成我們的功課之外 做什麼呢 很溫習啊 溫習 或者可以跟爸爸媽媽 聊聊天 是不是呀 或者跟同學仔聊聊天 去抒發一下我們的壓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今天主要是對方來說 他怎樣去養成一個正面思考的習慣 很正面的 有時可能面對壓力的時候 哇 很累的 可能呢 處於火火氣 是不是 那我們叫做小朋友 令我們呢 哇 很正面地去想 很正面的一章呢 例如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如果我看到這條問題 我想了很多次了 媽媽是這樣 快點做吧 兒子 快點做吧 做完吃飯的 等你呀 全家這樣 是不是呀 所以呢 當你 哎 我真是做 我好努力呀 我想來想去 想一下滴 你看這個小朋友 滴了汗了 他想不想到的答案 我想不到 當你想不到 想到很久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做 可以怎樣做 好像年輕的潮夫一樣 不斷斬柴斬到滴汗汗 可以怎樣 可以先休息一下 是的 可以休息一下 我又想問一下你 如果 你平時都說書很高分 這跟老師 我那個分數很高 我平時都很有信心 有沒有同學 有同學 我說 你肯定是你 你這麼正面 是不是 其他小朋友呢 都沒有高分 我知道有些在在的小朋友 都沒有高分 但是如果有一次 我平時都很高分 但是有一次 我那個成績竟然不合格 你會怎樣 你會覺得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我平時都很高分 你很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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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嗎 因為我沒有溫習 我平時都這麼好成績 我平時都很好成績 是不是 因為你怎樣 有溫習 因為經常都有溫習 你這個 自己那個歸咬的原因 是非常好 所以這個小朋友 很正面 她的價值 她說 我經常都 這麼高分 因為我經常都很努力溫習 但是有一次 唯獨有一次 原來我沒有努力溫習 所以我的成績就不合格 你可以控制到嗎 你可以控制到自己的努力溫習 控制到 是不是 所以 就是說你的成績 都可以控制到 如果只要你不努力溫習 你都能夠 拿到很好的分數 我們一起 我想跟這些奸獎 看看 第一條 我們學習上的理論 一個歸因論 有一個活動 我想你們看一看 我們平時小朋友 他沒有溫習 所以答錯了 為什麼 究竟這個表怎麼看 好像很複雜 其實不是的 先看看這裡 打直的那些 有內障和外在的 一個比較 外在就說 這個因素 我這次 好像同一個小朋友 我這次 我平時都很努力 我這次不合格 是因為我這次 忘記了 或者有其他東西 沒有溫習 這個是內在的 是屬於內在 他可以控制到的 因為這個溫習 只要他肯溫習 他就可以控制到 他的分數 是嗎 他平時都很穩定 分數都很高 是嗎 他覺得很穩定 他很穩定 還是不穩定 我不是 有時候 很低的時候 很高的時候 也很不穩定 是嗎 是嗎 他不控制到 剛才這個小朋友 他回答我們 他可以控制到的 只要他肯努力溫習 他就可以控制到 他的成績 他高至低 是嗎 我們一起看看 如果我沒有溫習到 考試待用 答錯了 其實我答錯了 這一個問題 是因為我沒有溫習到 你覺得這個 他可以控制到的 可以 只要他怎樣 只要他溫習 他就可以控制到 是嗎 再來 這是內在還是外在 我外在的意思就是 其他的因素 家裡很吵 或者 今次 就 衝突難了 這些題目 不關他們的事 就是內在 內在就是 他自己可以控制到 可以嗎 沒有溫習 所以答錯了 這是內在還是內在 我內在 你真是好聰明 你真是好聰明 是內在自己 可以控制到的 好了 第二題我們就看看 我心病了 所以我沒有做到功課 如果小朋友跟你說 媽媽我今天病了 所以我沒有教功課 我剛才寫了我的手冊 這個是內在還是內在 心病它可否控制到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這個因素是內在的 是嗎 只要 穩不穩定 這個因素又穩不穩定 是不是經常都生病 不可能 就是可能 天氣不畏高 所以 糟糕了 生病 它可否控制到 它控制不到 所以這個因素 它呢 它生病了 所以沒有做功課 這個可不可以原諒 它呢 它呢 如果它沒有生病 你猜它 交不交了一切功課 如果 沒有生病 如果沒有生病 可以 一起 我相信你呢 從來都沒有欠交功課 你肯定 所以 如果它生病 它歸爆的原因 就是 其實我控制不到 沒有辦法 所以 這件事 又不是 又不是整天生病 也不會 也不會 當它不生病 也不會 當它不生病 都可以做得回 交得齊 所以你可以多給它 一個信心 好了 第三個 反正 這個小朋友 反正媽媽都不認為 我是一個乖的小朋友 我就又是給她看 這個 反正 它控制不到 它控制不到 因為媽媽 它控制不到 媽媽 一向都覺得 我是一個不乖的孩子 很穩定 是吧 很穩定 它經常都覺得 我不是一個乖的孩子 這個呢 它可否控制到 它自己歸咎這個原因 媽媽不疼它 同樣 第三和第四 同樣是 它歸咎原因的方法 那個想法 第三 就是 我媽媽都不認 我在乖的孩子 一向都不認 我在乖的孩子 第四 媽媽就發我 咦 是不是我做錯了 做什麼呢 第三 那個可能 就會把那個問題 歸咎於誰 給了這個 對 給了媽媽 原來媽媽今天 對著她很生氣 她又不理 這次 可能她沒有去 努力摔摘 媽媽 經常生氣 她是拿到 零雞帶回來 媽媽現在不開心 難道真的 煎蛋給你吃什麼 好 所以 第三個小朋友 那個態度 就不太積極了 第四個反而 媽媽 今天回答我 其實我不是有些事情做錯了 她會先去想 是的 這個是 她可以控制到的 如果她不做錯 怎樣 是的 就沒事了 她又可以控制到 是不是 其實她平時都很穩定地 不是經常被媽媽罵 第三個 可能她罵一次 但是她都是覺得 媽媽經常罵我 這個時候就會放屁 就會正面 第五個呢 這次我抹書成績很好 全靠她之前 很充足的溫習 這個小朋友 也是這個小朋友的 例子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你不是嗎 你經常都溫習的 是不是 抹書好成績 是歸咎於什麼 歸咎於內在自己 自己 自己 好嗎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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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元素 是不是 很好 第六個小朋友 我們又看看 這一次 運氣真的好 嘩 體體都撞 體體都 運氣不好 體體都撞不撞 體體都撞不撞 真是慘 今天運氣不好 這樣 這個是什麼 內在還是外在的因素 對 五個外在的因素 因為他控制不到 不是 他撞的 撞是中的 穩定 穩定嗎 不穩定 不穩定 他一時撞中 一時撞不中 肯定不穩定 這個運氣 還有一顆 他控制不到 這個運氣 控制不到 他當然控制不到 是吧 那我們一起玩 我們一起理一下 這個呢 原來他控制 這個最多的那個 運氣不好 是外在的 運氣 他掌揽不到 控制不到 是吧 又不穩定 可能會有時候 覺得自己運氣很好 是吧 控制不到 是吧 剛剛 每兩題 就是一個比較 一個比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就是一個比較 有些小朋友正面 的 歸咎自己 那個 做得不好 或者做得好 那個歸咎於哪一處呢 如果他歸咎於運氣的話 他就自然 要不需要努力去讀書 不用啊 是不是 我靠運氣 哎 撞的 是不是 如果撞得中 就好 哎 還是運氣不好 他不會努力 因為他不溫習 相反 另外一個 就可能 他病了我 做功課 其實身體是真的 服務不到 可以原諒的 是吧 如果當成績不理想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做為家長 怎麼可以呢 將這個理論 就化為一個 生活上的動力 成為 變成一個 小朋友 學習的動力 怎麼提升他的動機 是不是 有兩種 你很清楚 有兩種 一種是正面積極的 一個比較負面 或者比較 不是那麼負責任的 小朋友 那個想法 都不 成績不理想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呢 如果撞那個原因 即失敗那個原因 是歸咎於未盡全力 其實你未盡全力 這次有粗心大意 失了分 你還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那這一次 是不是他盡了力了 他 那是粗心大意 如果他不粗心大意 那又怎樣 如果再盡 會怎樣 他會做得更加好 是的 第二個 已經沒有成功 已經沒有成功 是不是那個基礎 或者那個某些知識技巧 策略 還未 你已經做得很好的 但是有些地方 是否做得還未足夠 是嗎 都是可以 可以補到的 是嗎 可以有得去 進步 但是如果 我們將能力 歸咎於那個能力 不足夠 將我們失敗了 或者我們做得 不表現理想的事情 那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運氣這件事 是不是 或者 我們下次 當他 如果歸咎於問題的時候 他下次覺得自己的成功機會 都不會高 是不是 雖然已經努力 但是 天之少順 我天生是這樣的 是不是 賴了天生 那他就會不會努力 當然不會 是不是 這個 左膝變 就可以 提升我們的學習 和其中 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鼓勵一個小朋友 怎樣去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幫助他們 更加有動力去學習 另一方面 就是 就會吹火學習動機了 因為都是運氣 都是天生的 不能改的 是不是 當我們表現得好 的時候 又會怎樣呢 這次測驗成績很好 媽媽又要怎樣 你下次要怎樣 下次要努力 下次要努力 但是 很多中國人 傳統的家庭 就會覺得 不是 如果人家旁邊的太太 你這個女兒很厲害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不要這樣出位 都不是的 可能都會跑走走 都不是的 哪是 很差 可能都會拍到一個小朋友 如果你能夠很正面 我會拍給他 其實你今天做得很好 你已經做得好 知道你要努力 但是你要下次再努力 那可以 會有更進的一步 是吧 但是如果你 相反 這次温集 你這次沒有温集都合格 你真厲害 兒子你真厲害 你竟然不溫集都會 是吧 你會覺得他是不是天之充裕 我兒子是不是知憂 是吧 是吧 有個小朋友 每次都這麼好運 每次都拿到這麼好的成績 是吧 你將那個小朋友那個 原本他是很用心去做的一件事 你沒有看到他用心 又可以擺心一點 反而你會覺得這個是他的運氣 那便 令到他的學習 就會 那個動機會降低 所以 這個美麥的心理學家 Warner 都很出名的教學學家 他說 如果把學習成為 外在 或者不控制的因素 令到他們的心理上 都會覺得消極 冷漠 所以 國堂上 他們都會出現懶散 不留心的學習的行為 你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這個教學家 就告訴你為什麼 原來我們平時那個語言上面 都會很大的影響 對那個小朋友 如果 反過來 如果我們把學習的成敗 根據內在是可以控制的 學習就會令到 他的小朋友 可以學習得更加有信心 那個情緒更加積極 那他會下一次更加有心力 會保持動力去進步 好 那家長 如果作為一個家長 我的角色是怎樣 我平時可以怎樣去留意小朋友 怎樣去跟他相處 這個很簡單 醫生作則 這個我不詳細說 不要比較 我跟小朋友 你看小明這麼高分 你又這麼低分 或者你都不夠他厲害 不要做一些比較 給他信心 我相信你的能力 可以做得好 是很好的 容許他犯錯 有時候 錯可能 有些時候是很害怕 爸爸爸爸的 怕到 可能是 有些身體的反應 都會震 或者 拿著成績表 可能都不敢給你看 是不是 收拾還買 我們讓他犯錯 但是他嘗試 但是你知道他錯 是未進到自己的能力 他可以去改變這個成績 這個分數 這樣 分享感受 多些溝通 我看到今天 都很好 家長和小朋友 一起來 是不是 親自 而且你對他的要求 期望都要有合理 我之前看過一些 報章的評論 都說到 家長比較緊張 各個家長都覺得 我的子皮日之憂 我的小朋友很突出 看他家裡多精 所以 就變成了 對那個小朋友 有過分的期望 自由 自由 應該有特別的待遇 好像十字軍 我應該九歲 我自己的朋友九歲 十歲 我應該要去 入大學 那這個想法 就是 有些傷口 我們就是 給每個小朋友 其實 我們要發展他多元的智能 就不是說 就是看他成績 成績 能否代表到一切 不是 是吧 所以 我們求莫 不止是求分數 我們要有他的分數 去知道他有沒有進步 之外 還要 讓他在各方面的潛力 都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得到一些提升 是吧 可能有戰力 可能他數量很厲害 和測的思維很厲害 有些可能大語文 可能比較弱 但是有些可能 他的情緒很好 可能媽媽說 你要做完功課 才可以看卡通片 媽媽夢在家 他自己可以 真的控制得到自己 情緒的智能 這些方面都可以 值得去讚揚 可能有領導長男 兩個小朋友 在一組裡面 很快就會知道 為什麼他接收老師說話 把老師小組分組 他會很努力地 去維繫小組的秩序 運作 做一些專題研習 他都會做一個領導者的擺聲 這些方面 值得欣賞 一些藝術的才能 我知道有很多學校 很多其他部份 都會發展他們各方面的財運 音樂的才能 不用說 好了 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講到這裡 看看我家長 如果你看看這個語言方面 你平時會不會對你的小朋友 是這樣的 說一些話 還是一見到很生氣 一見到很漂亮 很容易就發生氣 看到他就生氣了 會不會 如果他做得好 你做得不錯了 要繼續努力 就是 誰家長在身邊 跟你的小朋友在一起 你可以現在用一些正面的 你可以隨便去選 選一些話 跟你的小朋友說 我們可以說 你已經做得不錯了 不過你要繼續努力 是不是 我對你有信心 我對你很有信心 是不是 你進步了 當小朋友進步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家長 就是應該要稱讚他 你真的很厲害 你進步了很多 不然就繼續努力 是不是 你也很有創意 是不是 我們有不同的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智能 去發展 有時候 可以是包容的 他做得表現 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們要包容他 但是不等於重容 我知道你已經盡力了 是不是 我相信你下次會做得更好 就是給那個 給那個 語言 這個是很厲害的 一個能力 一個能量 是不是 激發到他 會再去進步 不要氣餒 我們一定會支持你 是不是 或者 還可以除了說話上面 還可以怎樣 跟那個小朋友 多一點的接觸 多一點的溝通 多一點的溝通 對 抱他 這個語言 這個很特別的 這個 有無套的力量 這個 有套 或者是給一個 手指 一個小的手指小 是不是 一個小的指小 或者做一個 或者平時一個 給一個肯定的眼神 可以給一個肯定的眼神 你的小朋友 哇 你其實很 你是突然的 對不對 你看這個 真是非常 很熱情 這個小朋友 一定是 得到不愛 在愛裡成長 對不對 但是 小朋友又怎樣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小朋友又怎樣 我們應該怎樣 你可不可以讀的 代表情給我看 正面思考 是不是 如果我們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控制到 運氣 或者 我們的 天資 又不說 我們可以控制 我們可以更加專心去做事 我們更加努力去做事 更加可以 用心去做事 是不是 我們 接受 不可以改變的因素 有些改變不了的 那我家裡 都 旁邊裝修 又吵著我 這個外在 是不是 它不是維持得很久 它可能 裝修最多 裝修一個星期 是不是 那 過了這個星期 你所有的東西 都會同復正常 是不是 我們 不要 我們接受一下不改變 改變不了的 外在的因素 但是 我們爭取 可以改變自己的內在 有些是 如果你正面去想 就可以改變 改變你自己 改變走你自己 學習的動力 是不是 所以 當我們改變到 我們有一個正面 和積極的思考 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壓力 都可以變成一個 變成什麼 變成什麼 變成 變成 動力 啊 是啊 有時候 做得不太好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下 自己讀書的方法 是不是有些 出了問題 呢 就像個故事 那樣 好像故事裡面 年輕的那個 潮夫 那樣 究竟是否 學習上面 有些什麼 方法上面 我是不是可以獎得到 是不是 其實我們兩個的基礎 不是打得那麼好 要認清自己的 學習的目標 平時呢 在工法裡面 遇到一些 問題的時候 可以向哪個 可以向哪個 啊 是啊 可以向老師 或者呢 爸爸媽媽 或者呢 可以向同學 可以一起去討論 啊 所以呢 我們呢 要找出一些 自己適合的 一些讀書方法 老師是不是呢 呃 你肯定有一些絕招 你怎麼教我們 這樣 其實讀書的方法 是每一個小朋友 都不一樣 不一定不一樣的 有些小朋友很難 他喜歡呢 跳著舞的 讀書的 所以有些小朋友 我會考的時候 很喜歡呢 拿著本書 走來走去 又讀給自己聽 周圍走 周圍有人 家裡有人 不用管他們 就是每一個小朋友 他都有一個 不同 適合他的 自己的方法 家長要探索 跟他一起去 討論 或者你可以見一下 我到底那小朋友 是文靜 那女 還是潘約那女 是不是 那你可以知道 其實他讀書的方法 可以跟他一起去 討論 最後呢 我在這裡 都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歌 好 OK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有 懂不懂唱嗎 是 嘩 他很厲害 可以 這邊 很緊張 我 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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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舞 滴舞 我記得有小朋友 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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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解釋一下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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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贏 來吧 三個堂會 來吧 多多看 多看 好啊 還是什麼 我兩次 聽出來啦,不用怕走了 我還有一暗空間 你出來吧 沒錯 你都知道你 好啊 PAT了 Gib 說出來 其實你不會 明白 他還是你的 不要 他第一次 嘶 你們需要太過錢呀 我就用了 繞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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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受不了 fires 酷 沙甲一、雨晶、晶、藏、水 上、吹九、五、七、三、三、八の好 Nova 水教練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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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